遭旋转门夹住 两岁幼儿连辫子昏迷 家里有小孩的人要注意了 以防万一别让他们靠近旋转门 中国安徽一家饭店日前发生 旋转门要住孩童的恐怖意外 好几名大人合力想当旋转门搬开 花了两分多钟才将门松开 但男童已经昏迷 呼吸暂停 素悟性现场有人帮忙急救 送医救之后会补呼吸 目前人的家库病房观察 从监视器画面中可以看到 男童独自一人跑到旋转门前 慢慢靠近后就被旋转门夹住了 刚好卡住半个身体 旋转门因此停下卡得死死的 怎样拉都拉不出来 正能提醒家长要特别注意 别让小小孩离开视线 以免发生危险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